《寻道大仙》 这个游戏大火可能比较陌生 但是这个该死的广告怎么肯定不陌生 就最近你会在各种网络上看到这个游戏的广告 大部分都是什么 你重生成这头猪物 然后砍树拿装备升级打怪 或者是什么 你一个令吉奇的看到有人在挨打 你想着弹弹补装皇帝装后 却会反打正务是这样 再获得就是最绝经典的两条道 一名家一名姐 控制小能左右走的能 跟那个猪药一样猪脑永远过不去 那我非常好奇啊 这游戏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法 毕竟现在咱们看广告根本猜不到这游戏到底是啥玩法 那你懂我的 作为游戏界的品鉴员 这不得进入游戏好 品鉴一帮 OK 今年使用过 已经给他给我广告跳涨过 上来也没给我废话 让我选个妖怪修炼 咱们就选广告最多的猪妖吧 啊 没有剧情 没有故事 游戏就已经开始了 你能做的只有砍树 然后树莓莫名其妙的爆装备 你再看情况上装备加战力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恶熟 它喵的这不就是那个疯狂骑士团的换皮吗 是不是同一个公司出品啊 以凡万一大伙不知道什么是疯狂骑士团 就是那个更该死的开宝箱广告游戏 相信可以看我这期视频 反正玩法非常简单 简单到你根本不需要玩它 只要开宝箱 宝箱爆出来的装备你也不用看属性 反正看哪边绿色键楼多就算哪个 我说这游戏就是一团 无聊透顶的同时来逼客 游戏还经典情水局的评论区给游戏洗白 各种发自己的游戏截图 然后长篇大陆说的游戏攻略 什么我用这套什么套超级无敌嘛 最逆听的是我看到有个水平说 游戏的画面好 操作流产 打击感也是顶中顶 这种连玩都没有玩过游戏的水晶也出现了 你就能明白它疯狂情状有多么的一坨了 那这什么寻道大仙 除了换了个好看点的皮以外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啊 一样的点下面这个按钮拿装备 一样的垃圾装备分点换钱和经验 一样的升级需要花钱和时间 还有经典看广告减时长 唯一不同的是 这游戏把以前你升级保鲜需要升级好几次 变成了只需要升级一次 但是它没有了总共需要的钱没变 也等于是没有区别 所以说这游戏就是风管骑士团的更好看版本 不过你懂我的 我品鉴一款游戏绝对不是玩两三下就品鉴完了 我一定是要玩的我玩不下去 或者游戏玩到什么小红点都点了 什么东西都拿了然后动不了为止 所以让我捣鼓捣鼓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尿性吧 OK 和直播间的观众一起捣鼓了一个小时 我卡住了 玩不动了 要等第二天拿着个桃子的砍树 直接来说结论吧 这破游戏还不如风管骑士团 首先一开始这个画面的确给了我非常好的印象 其实UI排版也比之前的好上不少 而且这种砍树功能居然不要我冲什么VIP5实属良心 但玩到差不多20分钟左右 我就发现不对劲了 游戏本质上还是个开跑键换装备游戏 你不充钱永远都很穷 永远在缺钱的路上 然后缺钱最快获得钱的方式就是去PVP拿钱 前几次的确是随便打 但是后面你那板杆上面的对手 就比你强一个弹次 一看战斗力就知道没戏 那你说我回去砍树拿好装备再打不就得了 反正砍树抱着垃圾可以分解这经验值 升级了之后拿到的装备等级上升了 属性高了还怕打不过吗 诶 这里我就要讲这游戏最恶心人的设定了 卡等级 之前那凤冠骑徒传再怎么无聊他也不卡等级 你屎干一直提等级 的确后面什么80级的白砖一定比40级的成砖牛的 所以到那个时候这次PVP就能打得过人家 无论怎么样 你干个十天半个月总能继续推主线吗 这么一寻到大千给你来个卡等级 你等级上不去专门的属性永远卡在那个地方 那等级要怎么突破上线呢 就要达到这下面三个标准 通常都是要打到主线的某个关卡 看多少是数和数的等级要多少级 三项都要达标才能渡截突破等级上线 那在主线的怪是一关比一关强个30%左右 提升的非常快 有时候达到一个关卡你整个打都打不过 因为你没有可以操作的地方 然后打不过主线就没办法渡截升级 没办法渡截升级就没办法拿到等级更高的装备 拿不到等级更高的装备打不过主线 也打不过PVP拿不了钱升级这棵树 所以你只能靠砍树掉的装备分野生前来强行升级树 或者靠拿百分之零点几的概率爆出高品质装备提升自己 一干到能打赢主线关卡和PVP 这个进度有多慢你们应该能想象的到吧 你不客气这卡进度会卡到天荒地牢 最能复划骑士团我第一天能玩两个段时才卡住 这个游戏玩到40分钟就卡住了 你动不了了 既然这个砍树并不是无限的 需要这个桃子 桃子也是只能等第二天的各种小五年里 基本可以说这游戏比风光骑士团更可更干 更看不到角色的正前反馈 刚刚夸的这种砍树功能也实属蛋疼 遇到好一点的装备不会这种搬你装备了 而是直接停止砍树等你点按钮 所以并不存在放置挂机的玩法整理玩下来 其实就是风光骑士团的画面升级到玩法落后版 我可以理解就是说你充钱了你PVP一定比我强 但我不能理解是你不充钱游戏都玩不下去了 你如果硬问我这凤凰骑士团和寻天大刀你推荐哪个 我只能讨论你一句 答辩和大辩你要吃哪个 如果要我给这款游戏排个名的话 他只能让我排完满的分钟之分这一函 因为骑逼克的手段过于强硬了 虽然比骑名的小小语国好玩那么一点点 但那么一点没办法让他上到和亮剑一个程度 终究是其差一手啊 那么我想这期的本期就别喜欢这个观众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予个小语言关注